这一题基本上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主要就是会需要产生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要先画出应该是这一个 一个对不对 然后再画出一个等于是画两个弧 画两个弧之后的话 再做那个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几次呢 8次 这一题就完成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产生这一条线 这一边就对了 一个这个弧 那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弧啊 基本上就是 两个 两个圆 有没有 其实一个圆 两个圆 的这一边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先画出画两个圆 两这个圆的 这个基准点是在中心点 然后呢旋转几度呢 因为有8个 所以等于是旋转 360除以8 是45度 那旋转之后的话呢 再把不需要的线段修剪掉 修剪 修剪掉 修剪掉 然后留下这个图就可以了 那这个图画出来之后的话 这个部分就完成 那再来就画这个图 好 这样讲有点抽象 画这个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有几个尺寸 题目已经给我们了 第一个包含就是说呢 他这边呢 啊 总共 这边有一个20 里面的圆 这个是20 然后呢外面这个圆也是20 所以呢 我们我们可以怎么画啊 第一个呢 可以先在这个地方 先画一个中心的这个圆 圆的半径20 20之后呢 我们再来就是说呢 用什么呢 用这个他的四分点 或者是你用复制的复制 选物件 然后呢 把这一个圆呢 从这边复制到四分点的位置 把它复制到四分点的位置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一个圆怎么样呢 做旋转并且复制45度 因为我需要让他转45度之后呢 他会有个焦焦点 焦点的地方呢 那我需要留下的这个弧的某个线段 所以呢 我用什么呢 旋转 然后呢 再选取他之后的话 按空白键 那基准点的话呢 特别注意呢 是以这个中心点 这个圆的中心点为 这个基准点 记得先输入一个CN的复制 然后呢 旋转45度 Enter 好 那旋转45度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的这一个 我们需要的弧呢 实际上就是就是刚好是从这边 一直到这边 这个弧是我们最后要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就怎么样了 把这个线段 这个线段 总共会有三个线段删掉就好了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用那个修剪 按空白键之后 剪剪剪 对 剪完之后呢 刚刚旋转出来的这一个圆 其实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好 OK 我们来这个 这三条线 可以把它修剪掉 因为我只要留这个弧 那最后呢 再把这个圆 怎么样 把它删掉 OK 留这边 但是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 第一个 这一条 这个部分 有没有 这还要完成什么 这个弧 那这个弧 基本上 它的起点在哪里呢 在这里 中点在中心点 它的什么呢 起 中 起点 中点有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半径有 所以起点 中点 半径 那这个是短弧 所以是正的 不用下一个负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给这个 这个 绘制里面的弧 里面的什么 起点 中点 半径 所以我们有三个讯息 然后呢 就起点 终点 终点 半径的话 稍微拉一下 让它有一个 弧出来之后的话 输入20 Enter 好了之后的话 OK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这个圆呢 也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它只是一个辅助圆 那我们如果要 环形阵列的话呢 直接就点这个环形阵列 然后选什么 选物件 再来的话 中心点就是这个 突出来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点一下 再来的话 让它怎么样呢 输入总共有几个呢 有八个 Enter 然后三百六 Enter OK 那这一题的话就完成 完成之后呢 那你再补一个中间的这个圆 那这个圆的话呢 把它输入20之后 因为书上面的是虚线嘛 对不对 所以虚线怎么做呢 其实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点这边一下 自己再去找一个虚线 比如说我用的是dots2 点一下 OK 那就把它跳开 这样的话呢 就尽量可以做到跟书上接近就可以 那其他的相关尺寸标注 我想各位自己再把它标注一下 比如从这边到这边是80 那就把它标一下 甚至这个颜色你也可以把它变更一下 你不一定是都白色的 你也可以再找一个 一般比较用的比较多 就是什么呢 红 蓝 绿 黄等等这几个标准颜色 OK 把画面再还点给大家试试看 这个是范例第62题 范例第26 62题